四天前 公總當面喊話 希望準總統賴清德考慮核能 雖然沒有正面回應 但原本主義的隔魁人選 核碩董事長佟子賢 立出核電研議 但監察委員開出第一槍 要針對核電廠抗證能力 申請自動調查 剛好就從前董事長 就站出來講了一些話 所以我也嚇一跳 完全巧合了 強調是要釐清核電廠的補強強度 只是上回剛好在重啟核四公投前夕 同樣也是田丘警領先 公布核安調查報告 指出政府未對核災做充分準備 應該要終結核電 意思就是監察行為 不會干涉到政府政策 民進黨曾警報反核審主牌 但眼看準總統賴清德 在核電態度並非鐵板一塊 曾在以核養綠公投表示尊重公投結果 難道也意味有可能調整核能政策 新政府上來之後 各種討論的聲音都會提出來 但是人民的意見才是最後關鍵的因素 是不是衝著童子賢而來 是不是也是在警告賴清德 民進黨裡面還是有很多人 基本上他們是堅定反核 再認為缺電問題恐怕引起綠銀核的內戰 因為核電開明派逐漸發聲 尤其童子賢會擔任民進黨智庫副董 有人透露這件事情 恐怕是知道能源危機要納入多元聲音 核能問題將成為賴清德上任後的燙手山芋 TVBS我劉維俊軒 台北吵到